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金融版狼来了的故事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Joy 澳洲ASX200创出历史新高 墨尔本第四次封城难道对澳股完全没有影响吗 最近很多客户因为墨尔本进入了第四次封城 而一直在问我说 Joy你看澳洲封城这个澳股肯定是要跌的吧 可是现实往往与大家预期的相反 澳洲的股市不仅没有跌 反而创出了历史新高 那我现在就给大家看一组数据 那其实早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 墨尔本第一次封城的时候 澳洲的ASX200指数是大跌了5.6% 那第二次墨尔本封城的时候 澳洲的ASX200指数也是微跌了差不多是1.5% 那再等到墨尔本第三次封城的时候 澳洲的ASX200指数反而是上涨了0.9% 那在第四次封城 澳洲的指数可以说是 变动是微乎其微 基本上不受影响 这其实也就像我们一个预言故事 叫狼来了 第一次大家喊狼来了 大家都很紧张 都要跑去看一看 那第二次他再喊狼来了 那我们依然是有点紧张 比较担心 还是去看了一眼 但等到第三次的时候 大家基本上都麻木了 连去都不想去看了 这其实不光股市是这样 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次墨尔本封城的时候 我那个叫紧张 每天都要刷一下墨尔本的新增人数 全世界的疫情情况 但等到这一次 我反而就没有这么紧张了 每天早上看一次 维州的新增确诊人数 也就算了 就乖乖待在家里面 该戴口罩戴口罩 该囤货的囤货 一切都习以为常了 就算墨尔本再来一次 第五次封城 第六次封城 我也再也见怪不怪了 其实不光我觉得是我个人是这样 其实资本更是如此 所以这一切都静在不言之中 已经被指数 已经conf in进去了 也就是说它已经计算进去了 那说到这一点 最近还有一个客户 都很靠奇的一个问题 就是耶伦 美国的财政部长 耶伦在连续两个月 两次提到了加息这个情况 又有很多客户很担心 就说Joy 你看这个加息 是不是对股市是个负面影响 因为上一次 耶伦第一次提及加息的时候 纳斯达克指数 是下跌了1.9% 那第二次 也就是上个礼拜天 耶伦提及加息的时候 第二天 纳斯达克指数 是上涨了0.9% 所以说 这个还是比较背离的 大家知道 之前美国加息 其实也是一个 对美国经济向好的 一个确认的体现 那加息的话 大家其实不用过于担心 因为美联储会控制好 这个力度 其实加息是证明 美国现在经济在下好 往往加息 不会对股市造成 特别大的负面影响 因为加息的负面影响 已经被经济下好 向上的影响 已经抵消掉了 那我们再回看 过去差不多是6次的 美国加息的历程当中 只有一次加息的时候 美国的股市是下跌的 其他5次 其实指数都是表现得不错的 那我就来看看这一次下跌 到底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呢 其实这就是94年的加息 加息的时候 美联储忘记跟市场沟通了 忘记给大家打预防针了 对吧 就突然加息 并且在短期之内 就马上把自己的利率 从3%上调到了6% 给了市场一个非常大的惊吓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美联储现在已经吸取了 之前的教训 在这一次加息的过程当中 他也希望给市场提前打预防针 然后跟大家沟通 并且放缓加息的时间和力度 以达到最小化加息的负面影响的 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那也有客户在问说 澳洲的利率会不会上升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澳洲的四大银行 它的利率贷款利率 已经开始在缓缓上调了 这就告诉我们 其实澳洲加息的步伐 也已经越来越近了 所以我们作为投资者的话 只要认清楚这一点 就能够把握投资的方向 这就是我们今天 财经点评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